警罩將脆弱河窗上的女子綁好固定住 小心翼翼地將她慢慢吊起往上伸 還要注意保持平衡 及不要晃動到這名受傷的女子 這起最小意外 疑似是情感糾紛引發 二十八號桃園一對情侶 從汽車旅館退房後 一路從中京路炒到經國橋上 雙方發生口角 結果女子突然脆弱橋下兩層 都高在河窗上 女子背部及頸椎受傷 警罩連鎖把女子扛上橋段送醫急救後 索性沒有生命危險 情侶起口角 親眼變成醉橋意外 警方也將查問女子的男友 離心真正的情況 記者 劉志展 張浩桃園報導